今年是中华包括山大阜就先开用60周年的日子 大阜一家族在藏委员会 按三月份开始 就设计班下来华东 其中的大阜下生比赛 在中的作品店因为夜间关系有来演技版里 不过随着现在夜间未开放 大阜下生比赛在中的作品 按今日开始会在中华业实观店出 而且也天心乡亲 欣赏的东西也会记得保持下高高厅 包括山顶的大阜比喻中生 今年是大阜下生开用60周年的日子 大阜一家族委员会 第四月份基本大阜下生比赛后 一定会作品店因为夜间关系来演技 如今夜间未开放 这些第中的作品也开始在中华业实观店出 张华大佛一家族解身比赛的 一百一十八伏的一个画作 那么呢这一次呢 有我们那个原青这个艺术协会 对那个赵忠宋老师 他所主导的这个画展 非常非常的丰富 也有我们啊 协会里面很多啊 就是在我们台湾 有得奖的大作 下生比赛平行单位制作 按这次的下生比赛当中 可以再看出中华大佛 在台湾人心目中的地位 除了我们中华小孩 在前参加有以外 还有很多外观企学生来参加 这真的是验证过张华大佛在台湾一般民众 学生的心目中是非常有地位的 那我们是见证着张华大佛一夹子 把它画下来 把我们的情感把它彩绘下来 这是人生很重要 很关键的一个大事 以前美改风 专业中所有条件开放 中华历史冠 将美改风以后的第一次专业 现好大会 中华市长林世衡说 这些是相关的风业之外 同样可以好好来欣赏历史作品 现在刚好是微解风而已 所以我希望大家来看展的时候 还是要遵守所有的防疫的措施 中华大佛一家子 来站委员会进一步制作 一家子轻点下来外观 因为已经来受到影响 相信在大佛的比喻之下 已经接近到的过去 大传新闻就像中华 蔡恒博德